今天的嘉賓是香港經濟學家羅家聰博士 KC好 你好 股市周二黑色星期一 幾乎全球的股市爆跌 部分市場最大跌幅 美國勞動歷史層疲軟 引發風險資產拋售 擔心全球的經濟走向衰退 博士怎麼看? 衰退我們都可能講過 那個機會其實我評估是大的 但是之前的市場的看法就不太是這樣 曾經因為美國的經濟數據看起來OK 還有那個股市不斷爆上去 早幾個星期 製造了一個錯覺就以為衰退的概率很低 微乎其微 我記得早幾個星期還有一批人說沒有什麼機會衰退 但是當然現在那個看法就有180度轉了 因為有些新的數據出了 包括這個 這個職位的增長低於預期 也比之前跌了很多 其實就不需要這樣看一次半次的數字 因為你看譬如一些滯後的指標的通脹率 我們曾經說過在美國通脹這樣說 服務業那一類4%左右 撐了一段長的時間 當服務業的通脹都開始向下的時候 就是最近有這樣的跡象 其實告訴你之前一直製造業就不太撐得到 你看到商品的通脹已經回落 但是到了最近這幾個月 就連服務業的通脹都開始有譬如的跡象 如果當服務業的價格也撐不起 那就是服務業也有問題 服務業在美國佔了一個幾大的比例 七八成的 那如果另一邊商另一個滯後的指標就是失業率 失業率如果你看回頭 其實二、三、四月左右已經在低位上開始上升 嗯 從二、三、四月到現在都四、五個月 其實很明顯看到一個趨勢上升 這個失業率也都由低位3.4升 差不多1% 那當兩個滯後的指標都一路轉差的時候 其實多少都可以確認到那個經濟是對應轉差的 是不是轉差到衰退呢 那時候還有些憧憬認為不是的 但是因為以前的經驗就是 通常那個經濟轉差就 初期是比較緩慢的 看起來好像沒事 但是往往都是去到一個位置就 滲滲腳就站不穩了 很多東西就骨牌式這樣向下 那現在就 我想市場開始懷疑這件事 就令到那個股市的拆倉潮這麼厲害 那這個多少其實是之前那個看法有誤 現在要突然間修正回的現象 但是如果你一早是有留意到這些數據的趨勢 但是其實這個所謂衰退的看法 就不是什麼很新的看法 那全球股市爆跌 經濟衰退 那是要怎樣去應對呢? 有沒有什麼辦法呢? 沒有什麼辦法的 每一次衰退都是眼睛睛看著它衰退的 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就是當然如果你從政府的層面 就一定有貨幣和財政的刺激政策 但是每一次看到都是 通常貨幣政策 不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用 你對於避免一些系統性危機可能都有些幫助 但是不是每一次衰退都有系統性危機 系統性危機也有時候不一定發生在一些 你可以幫得到的位置 比如說如果銀行有危機 那你說央行出售OK的 但是如果反過來說 不是銀行有危機 是樓市有危機 好像大陸那樣 那你出什麼手都沒用 因為我們見過好幾個地方 樓市真的從高位跌下來 也都很難托 財政政策也都一樣 首先當然看你有沒有彈藥 就算你有也好 就是你政府幫一幫 花多少 那個市場就自覺是對應 好像多一些錢 但是你去到某個位置 如果你不繼續支撐下去的話 其實那個消費是否可以回來 那個經濟活動是否可以回來 這個也不敢包 所以貨幣好財政好 你有時候那個政策 一個就未必幫得到 一個作用都相對慢 另一個就要看回政府有多少彈藥 那不是沒有用 但是你就算推也好 我們以前的觀察看到 都是沒有了那個衰退繼續發生 就是很多時候的衰退 或者經濟轉差一出現的時候 就是那個狀態已經是有點失控 經濟狀態失控之下 你就算有很多事情做了 都不會馬上見效 那你見它沒有效 你就再大手做 就是好像減息這樣而已 初初就不肯減 減到市場跌得不清楚的時候 就狂減急減大手減 那你有機會在這些位置做多了 那上一次就這樣了 就是做得太多做得太久 這些刺激 那結果又養成一些後遺症 就是製造之後的泡沫 那製造將來有一個 不是更大的可能是更早來到的衰退 就是總是 你又不可以說它完全不做是最好 但是看來近年 在近代很多政府做的事情 不見得是按照它的目標所說 令到那個經濟平滑化 去所謂反周期、逆周期 其實都不可以做到這件事 往往很多時候 那些動作是刺激性的多 令周期更加擴大了 那所以你說有什麼可以做呢? 有什麼可以應對呢? 我想政府方面 有時候不要加那麼多 那至於你從個人層面 就相當被動的 就是你有事做就省靜些 有生意的就牽住 如果沒有的 那你也都 我想沒有辦法的 就是看政府可以做些什麼 那還有在衰退的環境之下 最好就小心點 不要亂來 就是買東西的要看時機等等 有時候太過急進 或者太過急 太過勇的話 都是在這位會做錯事 那就小心點 總之 在8月5號 日經指數是下跌了4451點的 是不是重演這個1987年的股災呢? 是 有一點點像的 但是 就是它那個背景又 不是說沒有相同之處 因為87那次都是一些 程式買盤 就是骨牌式這樣扔下來 那你現在你金劑都應該多少有些是這樣的 就是拆倉還拆倉 但是實際上背後都有 我猜有一定的 怎麼說 那個程式或者AI在後面 去推示這件事 令這件事走得這麼急這麼快 但是它 你扔下來 你只是說一邊而已 它跌了四千幾點 它也跟著又升回三千幾點 其實就是打個和 但是這種波幅 其實如果以以前來說 都是相對少見的 那為什麼會現在這麼大劑呢 一個剛才剛剛說了 就是機器操作 就真的可能令到整件事是 因為你沒有信號 大家都不沽 然後有信號 就全部那些機器跟你一起沽 那沽了下去 扔了四千五千點 扔了停板 那接著 就出信號買得了 然後大家一起買 變成那種擠湧的交易 是明顯了 因為你要知道那些機器 其實大家都是拿那些數據 大家都是這樣訓練那個模型 就是現在當然了 你國家各個派別都有不同的模型 但是大同小儀 大家都是五常下方法訓練 大家都是拿市場的數據去做那些東西出來 那你跟以前的玩法不同 以前一樣一樣八樣人 就是始終人那個多樣化的程度 就比機器是厲害的 那你一樣一樣八樣人 大家那個交易的模式 大家那個坐盤的方法 各樣都會很不同 那你沽起來 就是有人沽起來 就是有人沽起來 就是大家的看法會不同的 但是當你全部都是機器玩的時候 那個看法就單一化 比較單一化一點 那所以很多時候 大家你的機器和他的機器 可能都是同一個資料買回來的 那大家不做 自作一做就一起做 就是這樣去抹闊了那個波幅 另一個原因 就除了機器之外 我猜是跟錢太多了關係 就是日銀是 就是狂印銀子 那你狂印銀子的時候 那你狂印銀子的時候 就是那個結果就是水太多了 水多就浪大了 那你浪大的時候 就是升就升得厲害了 那自然扔回來也是離譜的 那關於香港 餐廳建業潮 再臨了 香港餐廳的連業協會的會長 叫做王家和的 近日就在一個電視節目 表示過去三至四個月期間 每月約有三百家的餐廳結業 博士怎麼看? 他這條數是相對多些的 那因為我之前看過的數字 其實每個月八零二百家就正常的 以前都是那樣的數字 如果你說三百家就相對多了 但是呢 你又不知開花有多少 就是好像剛才你這樣說 港單邊 只是說跌又不說升 那你現在一樣 你說每個月三百家的餐廳結業 你幾家開花才這樣 就是以我現在的目測 就是 起碼我正在走的一些旺區 由占旺中上環一帶 我又不覺得這條街很多吉報 就是食肆來說都幾豐富 而且尤其是現在比起半年前 就是食肆那個旺的程度是明顯了的 就是我上一次來半年前在這裡吃飯 整間商店是可以沒有客人的 可能一台兩台這樣 但是現在通常都坐滿的 就是晚上是好吃的那些會坐滿 不是多好吃的那些大致上都大半滿 所以就是旺的程度 就是當然了 那個價錢不是說做得很貴 他們都是就著這下的消費能力 但是起碼的量是可以回來的 那你看到就 那些貴價東西不敢說 你說如果開一些金銀珠寶首飾那些 就不見得容易做 但是飲食這些東西 就是尤其是你在旺區 不是旅客吃 你都上班那些 就是譬如中上華一帶 上班那些下午都要吃午餐的 就是我看又不是那麼差 就是那個必需品那個需求 其實是有在這裡的 你始終大家都要填肚的 你是不是都要吃的 你不是買外賣 不是兩項飯 你都是要出去吃的 所以其實是OK的 不過你說要做到很黃 好像以前做兩輪 那就真的不是很見得了 還有就之前 我看有幾年前 就是預約的那些 早就預約的 要不然會好吃的那些就沒有位 現在當然也都未必有這個情況 很多時候你預約的位都是相當容易的 那好過之前 但是好過最差的時候 但是當然還沒去到最好的時候 OK 那關注中國經濟 那放地產危機已經是非常之不好的了 但是消費者面臨的問題 是比房地產的危機這麼嚴重 大家都躺平不消費了 那怎麼辦呢?博士 沒什麼怎麼辦 因為地產是很多人都會買在大陸 因為你想發達的話 這個差不多是唯一巨道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你長期去租給人家租 其實也都難捱 很多人覺得都是要擁有一個地產 你在手上 但是這20年其實大家也忘記了 90年代初那個跌價經歷 因為那時候剛剛所謂的 所謂的價格管制開放 其實大部分人還是在公有制之下生活 不是太知道什麼叫市價 所以跌過都不關他的事 但是你這一劑呢 就是說市炒了二、三十年以後 那叫做正式第一次經歷跌市 第一次經歷跌市 當然沒想過那些東西可以這樣跌 因為地產的周期相當長 那個低位升上高位 閒冷地升十幾年 以大陸來說那個升的期 可能更長也未定 我當你90年代衰退 那一路升到 視乎一些些地方 有些比較早一點 就2014、2015就到頂 但是其實有些是升到 早兩三年才到頂 那你都真的 現在自己算是有機會 升到接近20年 那你升那麼長時間的話 其實跌回你3、5、7年 這個不出奇的 因為整個周期都長的 那第二就是跌的幅度大 你跌的幅度大的時候 很多人整副身家就 就蒸發了一個大折的 因為很多人買樓 就是整副身家放下去買的 那甚至有些是槓桿了 那些槓桿了就死得更快 就是講的是負資產那一隻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沒有可能有什麼限制的消費 不是 躺不躺平消費 就是可能一向消費都是 都是靠一些中產 中流底柱那些 那些 那如果你純粹 輸最基層那些 或者輸最有錢的有錢人 都還可以 那但是通常 如果你地產全線向下 就是中產最商 中產很多都是有物業的 那如果你中產是一個消費 就是中流底柱它死了火的時候 那你就不要賴它躺平 這個是整個市場 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就是中國正在推動這個農民大規模 振盛去落湖 專家表示政府不想做真正的虎籍改革 只是看中農民手中的錢 和摘基地 就是土地 推他們入城賣訪 是解決這個經濟危機 博士怎麼看呢 我想不是很是辦法的這個 就是農民的始終 第一是不是很有錢呢 我都很懷疑 就是之前曾經賺到錢的應該都是出個醒 打個工的那些 或者真的有些生意做的那些 你本身一直在農村的話 在這裡從事初級產業 我又不見得會賺到很多錢 那當然現在就是 那些樓如果你跌了那麼多的話 或者那些農民出去都買得起不頂 但是 你無緣無故叫它轉了出去外面 那當然你不給互者的問題 就是很多東西都不是叫做 明正言訊 或者各樣的福利啊 配套它都拿不到 那動機不會很大 第二就是那個skill set 就是它本身認識的東西 它是初級產業就是初級產業的 就是家可以田養可以豬 又不見得可以出去醒來做些什麼 還有就是 出醒其實很多原因都是 以前那些打工 那些世界工廠那個年代就 就多工打 現在就 清零那樣了 那你清乾淨的時候 你出去醒去做什麼呢 就是醒又醒那種生活模式 就是一般那些工業啊 商業啊 那些這樣的業務啊 運作啊 其實在農村住慣那些未必適應到的 就是不要說那個知識夠不夠啊 知識多數都未必得到的 就算你有都好 你懂不適應那種生活啊 可能住屋小了很多啦 這個都是一個問題啦 就是你越去醒的時候 就一定越住越小的 就是等於有些大陸人來到香港這樣 都投訴說香港不會擠迫的 就是這麼擠迫的 房子那麼多 回去大陸就大很多 所以就是 就是如果你去 等於等於你過去香港一樣 因為來了賺到錢的 當然沒問題啦 但是現在出醒 是否有事情要做呢 找不找到呢 本身在省那些都找不到 都在轉頭 那所以他現在 就是 本來的倒置一轉來講 那你別人那些 別人那些在省那裡找不到事情做 回轉頭 你就叫別人出來 就是不是說有人自顧歸顧你 那就可以有人留氣管科長 就是你都要有個原因在那裡才行 我就看不到他給很多理據出來 所以這個其實不太看好 當然他亂石頭藥 他能說得出的 他可能說來試一下